黑幫分子在大街上競速撞死人 肇事駕駛甚至還襲警企圖躲槍 行政院前的地下道凌晨 發生了嚴重車禍 兩輛轎車久後競速追撞前方的車輛 不但把車撞翻 還害得無辜駕駛慘死 而離譜的是 兩名肇事者一個逃離現場 另外一個人看到遠景道場 竟然還襲警躲槍 干什麼 趴下 我冷靜啊 警方貨報到場處理車禍事故 但九歲的趙氏男子 卻不斷的逼近遠景 遲遲不願配合 更多次動手抓遠景 想奪槍 趴槍 趴槍 你拼我幹嘛 趴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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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時刻 遠景連開兩槍 才終於控制住了趙氏男子 但其他好友健壯怒火中燒 料黑衣人到現場鬧事 幹什麼東西啊你 幹什麼 看見記者在拍攝 竟然怒槍三字經 還把記者推倒在地 你在拍嗎 你在拍什麼 你在拍嗎 你在拍嗎 你在拍拍啊 酒醉競速發生了車禍 但駕駛跟好友 不好好處理 一群人在現場暴走 場面一度混亂 直到遠景開槍後 才控制住了局面 這時駕駛也終於 乖乖配合了 事發在行政院前的地下道 十四號凌晨四點多 趙氏的駕駛跟好友 在夜店喝酒後 酒駕競速 追撞了前方的車輛 發生車禍 害得無辜的 王姓男子翻車 傷重不治 而趙氏駕駛 情緒激動 發現警方到場 竟然想襲警奪槍 反倒被遠景開槍壓制 整起事故 釀成了一死一傷 而事後其中一輛車 還試圖逃逸被查獲 警方發現駕駛還一絲無照 而且具有幫派背景 初步釐清 他們跟被撞的王姓男子 根本不認識 攻擊警察跟媒體的時候 張姓的同仁 再連續開了兩槍 擊中歹徒的大腿 李賢身上 我們查獲了一把的折疊 兩輛車一共八個人 被警方帶回偵辦 酒後競速飆車 害得無辜駕駛喪命 事後態度囂張 又不反省 顯然不把公權力 放在嚴厲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台中一名成績男子駕駛 市價一千四百萬的 雙門兵力跑車 行進路口的時候 違規左轉被執行機車撞上 導致兵力跑車的右車門 板金凹陷 光需要換掉整片車門 就要花上百萬元 初步研判 騎士沒有違規 所以這筆天價維修費用 肇事駕駛可能要自討要保 都還沒亮左轉燈 千萬雙門兵力跑車先偷跑 超出停止線 接著駕駛等轎車陸續經過後 方向盤一轉搶先左轉 執行機車煞車不急 攔油撞上 而駕駛的駕駛連忙停車 下來查看騎士傷勢 蠻可怕的 維修費會蠻高的 18地點在台中 逸風路跟向上路三段路口 13號下午4點多 騎士手腳擦錯傷 車能破損 違規左轉的兵力駕駛 沒有受傷 但要價一千四百萬的兵力跑車 右車門整片刮傷凹陷 一般不建議敲板金烤漆處理 以安全性考量 就得整片車門都換掉 右前門是鋁合金板金 那原廠一定是就整片更換掉 還有下面側群固定的部分 以原廠的估價方式絕對保守估計 五十萬起跳跑不掉 可能逼近一百萬也不一定 警方調查雙方沒酒驾 也沒有發現歧視肇事因素 主要判斷還是兵力駕駛 違規釀貨 這下不僅撞傷了人 恐怕連維修費也得自己囤了 叫潘信宏傑明台中報導 高雄有民眾抱怨 日前跟家人經過三明區的一處人行道 沒有注意底下水溝蓋破裂 才上去之後呢 竟然整個人就掉進水溝 最後靠路人幫忙才脫困 不過早在兩個禮拜之前 附近店家就已經發現異狀 有通報過里長 但當時的處理方式 只先在附近擺了一支三角錐 直到有民眾衰落發生意外 才先暫時把洞給堵起來 高雄三明區人行道旁 水溝蓋翹起來 日前有民眾走著走著 沒注意竟然整個人掉進水溝 說個年輕人 不知道怎麼走走走走走走 差不多就沒擺啊 車子有時候他們都開很近嘛 開開開 看他翹起來啊 我去察覺說哇 這個很威脅 當事人發文抱怨市區居然有 這樣的水溝蓋 一個成年人掉下去爬不出來 是靠路人幫忙才脫困 時間來到現場 可以看到地上水溝蓋整個翹起來 當時民眾經過就是這樣 腳踩了一下 整個人掉了下去 放一個三角錐了嘛 我說這樣你要先去 開始說先去補 其實早在兩個禮拜前 里長就有反應 隔天雖然有人處理 但只有在現場放上一個三角錐 直到民眾掉下去 才把整個洞堵起來 而民眾也不滿 這麼久沒人處理 打1999給的答案 竟是因為水泥要備料 太扯了啦 像是龍小工程水泥要備料 這不是什麼大東西 大東西要備料 我們把隨即派員現場勘廠 那發現主要是勾框斷裂所造成 非水泥 非只有水泥剝落 那水利局隨即請廠商訂料 水利局表示 因為側勾蓋大小尺寸不同 訂製材料至少需要兩個禮拜 事後也趕緊派員到廠修復 避免再有民眾不小心掉落 記者陳陳瑜 高雄參報導 高雄前京區公廟附近13號一大早 有繞境隊伍經過 卻發出了尖銳刺耳的喇叭聲響 擾人親夢 對此廟方也喊言說 早就告誡過繞境的隊伍 不要鳴放喇叭鞭炮 而另外也是在高雄 同樣有廟會繞境隊伍 隨意的撒金紙 讓民眾不堪其擾 對此相關單位也將 依規定依罰舉罰開罰 周末一大早 告音頻聲響 加上大喇叭放送 正耳運籠 原來是有繞境隊伍經過 但再仔細聽聽 這放送的聲音 不是一般敲鑼打鼓 而是警消鳴笛尖銳聲 真的太誇張 大家都不客氣了 這樣早就沒有了 現在就差 是吧在13號早上8點多 高雄前京區的宮廟 有繞境隊伍正經過 發出的尖銳刺耳喇叭聲響 讓當地住戶不堪其擾 並把矛頭指向宮廟 對此廟方喊冤 引發民眾怨言 廟方也很無奈 而類似廟會亂象不止一桩 同樣是廟會繞境 只見地上散落大量金紙 事發地點同樣也是在高雄 廟會繞境衍生環境污染 相關單位當然不能坐視不管 本局將依空氣污染防治法 及廢清法的規定 分別開罰1200至10萬元的罰環 以及1200至6000元的罰環 至於民放喇叭產生噪音 環保局也將依規定舉罰裁罰 只是廟會繞境慶祝本是好事 但倘若造成民眾困擾 恐怕神明也不樂見 藉由高雄總報導 本首才受騙的